当播NBA篮球快信 星期六早早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直播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快艇和76人的精彩对决 76人近期连战连胜 先后击败热火和湖人气势如虹 这次面对近况极差的快艇76人剑指三连胜 快艇近期吞了一波四连败之后 战绩成为36胜38负 毁烈西岸第八的他们基本被不开打附加赛的现实 缺小别 佐治同里奥拿德的快艇根本没多少盼头 而且目前双兵名单中还有军场贡献接近19分的洛文保卫 快艇的低迷就非常好理解 上场客战这么快 快艇全队5人得分上商 其中后被出战的泰兰斯曼欣继续有高光表现 拿了全队最高的24分 不过他的命中率时高时低 只能够偶尔担当骑兵角色 列治资讯和马古斯摩里士依然是快艇目前最可以依赖的球员 但在主力球员状态不好的时候 盧尔都是会给轮换球员更多表现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就算快艇金铺座阵主场 但他们主场发挥并不稳定 近期都没战胜过几强大的对手 这次迎来凶猛的76人来集 快艇主场沦陷在职 阵容方面 还有后卫比斯顿同职使鼓给恩商倦勤 76人本赛季发挥可圈可点 队内核心组以艾比迪都是今季得分王的人选之一 甚至连联盟第一人立邦占士都不敢同他正面交锋 上场同胡人交手 立邦占士恩商被战 76人都顺理成章收获胜利 加上之前击败东岸榜首的热火 76人迎来两连胜 现在的76人 确实令联盟大多数球队恐惧 夏登同组以艾比迪的组合红极一时 产生的化学反应全息了一加一大淤义的神奇结论 需要留意的是 76人现在拥有除了太阳外最高的客场胜率 24胜11负的战绩足够骄人 雷到主场远脚鞋一样的快艇简直 易过借火 尤其是76人 阵容健康程度比较好 没有球员在双兵名单中 这一点都令快艇口水直流 想看精彩的NBA赛事 就看M直播啦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